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 狼不止3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請問你訂閱老王的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的請你趕快訂閱喔 訂閱YouTube頻道 他不是加入會員 他也不用任何費用 他是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老王的影片上架囉 好的小編 今天要來討論什麼樣的題材呢 今天要來討論 高盛把美國衰退機率 調降至20% 董哥怎麼看 高盛 你說他最新 把美國經濟衰退的這個機率 調降回到20 對吧 那叫現在 Right now 這個時候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回顧8月初 美國不是經歷崩寒嗎 短線的急崩嗎 當時的這個高盛啊 你知道嗎 他們其實是有發了一篇報告 當時他們其實是把美國的 這個衰退機率從原本的15% 拉高到就紅色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 拉高到25% 所以你剛才說現在高盛 又把這個衰退機率 從25%往下拉低到20% 這個就四個字 叫做 見風轉舵 但其實 各位你要知道 在投資市場 見風轉舵不是一件壞事 真的 為什麼 在投資市場 如果你不懂得見風轉舵 那麼你就是死多頭 死空頭 那這樣子 如果行情出現一個很大的 一個扭轉變化 而且回不來了 你可能會很容易就畢業 所以在投資市場 我認為 見風轉舵 其實不是一個太壞的事情 我常跟大家講 玩股票 投資股票 買賣股票 就跟談戀愛一樣 談戀愛是怎樣 該分就分嘛 那些談戀愛痛苦 那些談戀愛 每次都談得很痛苦的人 你去觀察他 那就是 該分手不分嘛 那不分的結果 兩個人的相處模式也沒改變 最後只會越來越辛苦 一直吵架 要不然就變陌生了 對不對 我在講股票怎麼會變成講感情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 你懂我的意思嗎 高盛 然後我們現在回答高盛 那為什麼當時 在8月初的時候 他要把美國衰退的機率 從15%拉高到25%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看到那個 美國的飛農就業報告 看到失業率 他認為 飛農 飛農新增就業人數大幅的減少 這個代表這個市場上 市場上的勞動市場 開始出現 非常疲軟的現象 那就代表經濟開始 有可能開始陷入衰退 另外就是失業率的大幅增加 那對照過往的美國的每一個衰退時期 失業率都是怎樣的 都是上升的 這是高盛 當時把這個 美國經濟衰退從15%拉高到25% 一個重要的理由之一 另外第二個重要理由就是高盛認為 這個美國的債務 個人的債務 家庭的債務 一直在攀高 其實看起來已經非常危險了 那股市卻是不斷的在創高 不斷在大漲 高盛認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脫鉤了 但股市大漲很明顯脫鉤 不代表這個債務這邊沒事 他認為這是一個潛藏的危機 一旦這個潛藏的危機 在勞動市場開始出現衰退之後 你覺得這個危機會不會繼續擴大 這些大家積欠已久的債務 那你看這張表格就知道了 不管是信用卡的貸款 不管是這個房子的貸款 房貸 信用卡 卡債 都一路在拼 都一直都往上走 不管是這個借錢的這個持角力 拖延的這個比率 也都持續要往上增 不管是個人 跟家庭在美國社會都是這樣 他認為這是一個潛在的 引發經濟衰退的危機 好 就是因為這兩個 就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 他認為的重點 所以他把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提高 那目前現在好笑的是 就像剛才小編提到的 高盛啊 又把這個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 調回到20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又勾了起來 上去又勾了起來 那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的原因 很簡單 高盛說 從上一次公佈的飛龍與失業率過後 美國又公佈了很多經濟數據 以及勞動市場的數字 他們發現 勞動市場好像 直穩了 沒有像前一次看到的飛龍 失業率這麼糟糕 像是最近幾次公佈的 初領失業救經濟人數 是不是很明顯都低於市場的預期 他包括幾個經濟指標的公佈 都顯示 美國的經濟沒有那麼差 也就是 接下來後面從上次公佈完飛龍之後 後面的經濟數據 這些數字 都沒有證據可以顯示 美國的經濟 正在陷入衰退 因此 他們就把這個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 往下調整 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個是高盛對接下來幾個月 美國的就業人數的預估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月 大概都維持在14萬人左右的一個 就業人數的成長 那這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高盛並沒有 現在此時此刻 並沒有看壞這個就業人數 會往下出現大幅度的跳水 那各位要回想一件事情 我前面談到 高盛為什麼之前 要把這個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 從15%拉高到25%呢 原因是因為他擔心勞動市場的疲軟 那他現在既然你看到這個數字 他認為未來的就業人數 大概每個月可以維持在 10萬人左右的水準 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衰退 那當然他就有理由 再把這個美國經濟衰退的預估 從25%往下調降到20 因為他一直認為 是因為勞動市場的疲軟 才會引發美國經濟的衰退 這樣來解釋就解釋得通了 不過我想要告訴大家 即便高盛把美國經濟衰退的這個機率 再調降稍微調降一點到20% 但是高盛對於 今年以及明年 美股這個S&P500企業的這個EPS的成長 其實相較於其他華爾街的外資 高盛還是比較保守比較悲觀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2024年EPS S&P500指數成分股的這個EPS的預估 就看這一欄就好了 那個淺藍色的部分 是華爾街多數外資的共識 大概大家認為今年EPS會成長9% 可是你看高盛 高盛這一家是代表是深藍色這個 他認為今年 S&P500的這個EPS成長只有幾% 8% 是不是低於共識 低於市場上絕大多數的共識 我們再來看一下2025年的EPS 就對於明年 S&P500指數成分股 這些企業的獲利預估 高盛差了更多 多數的共識 華爾街的共識是認為 明年會成長15% EPS 可是高盛認為只有多少 6% 所以高盛還是比較悲觀的 對於明年的情況 那你如果對明年的情況比較悲觀 你一個核心的思想就認為美國經濟會衰退嗎 或者是表現沒有這麼好嗎 那如果EPS的預估沒有那麼多 就代表美股有辦法漲很多嗎 也沒有 這其實是一個高盛的一個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一個最基本的態度 你可以觀察它 高盛的這個模型 高盛他們其實有一個模型 一個公式 來衡量美國經濟到底容不容易陷入衰退 他不是用嘴巴講的 你聽得懂嗎 你不要以為人家調高到25% 又降到15% 又降到20% 這是用嘴巴隨便講一講的 拜託不是 他們有一個公式 雖然現在高盛把這個機率 美國衰退機率調降到20% 但是你仔細看 在他的模式裡面 就是他 這個模式怎麼形成呢 他去觀察一些 這個 聯準會未來一年的潛在的利率 會到哪個位置 去觀察這個 另外去觀察5年期的 美國公債的殖利率 潛在未來的殖利率 會在哪個地方 透過這種類似 未來潛在殖利率的計算 去來做成一個公式去衡量 就得到了一個經濟的 衰退的一個模式的預估 那目前 這個指數位置 還是在40%左右 就是有40%的機會 美國經濟 在這個模型之下 是會計算下來 是會陷入衰退的 那 所以 告訴大家 高盛他 目前對於整個盤勢 相較來說 還是比較偏空一點的 那這個情況 要怎麼樣 才能扭轉 美國經濟衰退的擔心 以及機率呢 那很簡單 全球的外資 包括華爾街的大咖們 現在都在期待一件事情 那就是 聯準會 9月 趕快降息 立刻降息 為什麼 只要能夠調降這個聯邦的利率水準 對於那一些 身杖已經背了很多債務 不管是卡債還是房貸的人 他們的利息成本就能大幅的降低 大家就喘得過去來了 美國就可以避免一場有 債務高足 債務違約引爆的這個經濟衰退 就能避免掉了 不然如果你一直維持在這個高利率水準 小便 每個月還款的利息的壓力大不大 大 所以大家在期待 聯準會要趕快降息 很多事情是這樣的 預防剩餘 治療 你等經濟衰退了才要降息 那已經 沒糊了 而且可能 病況就一路往下了 你在你還沒生病之前 先給予預防 這樣子美國是不是就真的有機會 可以阻止一場衰退的到來 所以 這一次的降息 究竟會不會跟歷史過去經驗 每一次降息 或每一次失業率增加 總是會引發衰退 而不一樣呢 關鍵就在於聯準會動作 要快 要及時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 最後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高盛 高盛 一下子上調美國經濟衰退的機率 一下子就下降 美國經濟衰退的疑慮 我想請問大家 你會相信高盛嗎 你們覺得高盛這樣 一下子往上調 一下子往下調 有道理嗎 歡迎底下跟我留言 你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比較 喜歡哪些外資的分析 哪些外資 看得比較準一點 比較不會變來變去的 也歡迎底下 這個留言跟我們分享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有收穫 我們明天再見 晚安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 真詐騙 近來 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 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 虛擬貨幣 期貨 外匯以及基金 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 加入N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會讓各位民眾 小額獲利 後面就會告訴你 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 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 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呢 他會告訴你 洗碼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 異常等等的理由 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賬號 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 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 必定是詐騙 民眾呢 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 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 遇到要你加耐 才能進行投資的 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 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一起關心您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致富投資風險